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 真正的杀手用脑子杀人 小谷利用现场环境 成功制造了一场意外的电影 意外 话说一天早上 一个黑帮头目倒霉悲催的 被天上掉下来的玻璃撞到了头 当场领了盒本 警察过来侦查了现场之后 认为这次案件是一场意外 但是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犯罪团伙 故意制造出来的意外杀人现场 这个犯罪团伙由小谷哥 宝儿姐 胖子 老头四人组成 小谷哥负责在背后出谋划策 其余三人联手制造意外事故现场 他们通常配合得天印无缝 因此获得了不少钱财 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四人回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 小谷哥拿出了一颗烟头 那颗烟头 竟然是老头留在案发现场的 小谷哥说 如果警察通过那颗烟头 查出了老头的DNA 找到了他 那么他们都会完蛋的 大家都对老头的所作所为很不满 随后老头当场对天发誓 再也不抽烟了 如果抽烟就天打雷批 讨论完后 大家都各回各家 小谷哥也回到了他的小破屋 这小屋虽破 但是却有一个保险柜 里面塞的满满当当的都是现金 小谷哥躺在床上 想起了他死去的老婆 他的老婆四年前死于一场车祸 只留给了他一个破旧的手表 那是小谷哥对他老婆唯一的寄托 而且小谷哥生性谨慎 在出门时 他总是在门缝里塞一片树叶 防止有人暗害他 这天他们又接到了一个叫老黄的人的单子 他的委托竟然是让他们制造他父亲意外身亡 原来老黄的父亲已经瘫痪多年 整天只能坐在轮椅上看老黄照顾 而不久前 老黄已经给他的父亲买了大额的保险 如果老黄的父亲能够意外身亡的话 老黄不仅能够得到他父亲的遗产 还能够得到一大笔宝金 接到任务的四人去开始筹划 如何能够使老黄的父亲意外身亡 他们四人经过缜密的讨论之后 决定在一个雨天的夜晚实施计划 首先让宝儿姐在阳台放风筝 然后把风筝线剪断 让风筝挂在电线上绳子垂下来 老黄拿着一大束踢球 脚中不禁一斤挡住摄像头 胖子骑自行车过来故意绊倒老黄 让他父亲的轮椅滑向路中间的铁柜 然后碰到风筝线被垫死 这个计划天以无缝 还不会被警察逮到 但是就在实施计划的时候 老黄突然抽了一根烟 胖子问他不是已经保证过不抽烟了吗 老黄却一脸茫然的说 他从来没有保证过 这个时候胖子突然意识到 老头可能是患了老年痴呆 在耳机里听到事情全过程的宝儿姐 心里十分慌张 他问小谷歌要不要取消这次活动 因为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会全盘结束 但是这个时候天突然下起了雨 如果失去这次机会 就要等好长时间 小谷歌决定继续进行计划 结果在计划实施的时候 老头站在路口拿着气球 忘记挡住摄像头了 幸亏雨下的很大 摄像头照不到他们在干什么 计划按照设想的那样继续进行 但是等到他们任务结束的时候 却找不到老头了 记得小谷歌和胖子 四处寻找老头的时候 一连巴士却突然失控 撞死了胖子 小谷歌回到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在门口夹的那片树叶 掉在了地上 而门被开开了 一个警察叫住了小谷歌 说他的家里被小偷光顾了 保险柜里的现金全部被偷 只有老婆留下的手表 因为太破得以保留 小谷歌又想到了胖子的死 觉得这次一定不是意外 应该是暗中有人想要害他 小谷歌首先怀疑的 就是和他一起作案的 宝儿姐和老头 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内部消息 而且小谷歌还害怕老黄 跟宝儿姐他们联手 于是小谷歌偷偷跟踪了老黄 想要看看他和宝儿姐老头 是不是有联系 在跟踪老黄的时候 他发现了和老黄 经常见面的保险业务员小陈 因为小陈出现的太过于平凡 小谷歌觉得小陈 肯定和他是同行 于是偷偷地租下了 小陈楼下的租租屋 每天用窃听器监听小陈的一言一行 但是经过几天的监听 小谷歌却没有什么大发现 在又一次跟踪小陈的时候 小谷歌发现了小陈又和老黄见面了 而老黄在和小陈分开之后 把一个纸袋放在了一辆车的后备箱里 小谷歌心里非常的疑惑 于是站在原地等待 到底是谁来拿这个袋子 暂时没想到的是宝儿姐过来了 宝儿姐拿起那个袋子 开始清点前述 看到这里 小谷歌怀疑是宝儿姐和小陈 联手害了他们 于是就按了一下车旁边的消防火栓 强大的水压将水把冲出来 打死了宝儿姐 而小谷歌则毫不留情的把钱拿走 准备离开 离开的小谷歌走在路上 却突然看见一个人跳楼而死 而那个人正是雇主老黄 看到老黄的盒饭 小谷歌更加确认 刚和老黄见过面的小陈是幕后黑手 回到小陈楼下租租屋的小谷歌 更加紧密的监听小陈的一举一动 在一天晚上 他听见小陈和别人打电话 透露出栏杆松洞 从二楼掉下来等信息 第二天小谷歌便接到了老黄 因为老年痴呆的求救电话 那到小谷歌赶到老黄那的时候 老黄已经从二楼跌下来 摔得昏迷 这下小谷歌彻底把小陈当成了幕后黑手 开始安排一系列的谋杀小陈的计划 毁撞成施工现场的农民工 然后利用一个镜子照射过来 晃到司机眼睛 准备司机开车失控撞到小陈 但是在计划实施的时候 小谷歌却突然接到了老头的电话 原来那天晚上是因为老头的气球 不小心滚到了巴士地下 巴士才失控撞死了胖子 而后来老头则因为老年痴呆 想不起应该干啥 浑浑噩噩度过了好几天 小谷歌得知真相之后 想要阻止计划的发生 但是那辆失控的机车 还是撞死了小陈的老婆 因为杀错了人 小谷歌惊慌地回到了住处 准备收拾东西逃跑 但是在拐角处 却被小陈拦住来了一刀 原来刚才在旁边目睹一切的小陈 已经猜到了小谷歌是杀人凶手 不过此时小谷歌却笑着倒在了地上 他早就厌倦了这种被恐惧折磨的生活 有时候死亡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解脱 至于宝儿姐去找小陈去解 完全是一场误会 因为那是他们制造别人意外 所得的报酬 还没得拿回去分 可怜了我的宝儿姐呀 自此全集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亏心事做得多的时候 不需要别人害他 他自己就把自己害死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